週一是奧斯維新集中營75週年 布蘭總統杜達、以色列總統李夫林 德國外長馬斯以及歐盟代表 和集中營幸存者共同參加了紀念活動 週一 奧斯維新紀念館舉辦75週年紀念活動 布蘭總統杜達和集中營幸存者參加了紀念活動 向遇害者進獻花圈 一名幸存者因為外貌向北歐人和母親逃過一劫 以色列總統李夫林等領導人出席了紀念活動 李夫林希望人們不會忘記奧斯維新集中營的教訓 上個月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 波蘭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承擔部分責任 二戰初期1939年 蘇聯從中東入侵波蘭 對此波蘭總統杜達週一表示 希望歷史不被篡改 1940年 納粹德國在波蘭建立奧斯維新集中營 之後110多萬名民眾在集中營內因毒氣、飢餓和疾病等原因致死 其中大多是猶太人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名譽綜合報導